大家好,昨天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讲 我做YouTube变成频道做了有几年呢 粉丝呢,这有一点点两千多,然后 这个每个视频的观看呢,也很少 而我的视频呢,都是干户,没有很多的铺钉啊 这个宣传,这个一上来就这些讲,没有很多的情绪的宣传 而有的YouTube频道主呢,他可能就做了一年 然后他讲的就像给小孩辅导一样 比如那个女的,是吧,就讲话成很可爱的 就像给哄小孩的一样 虽然我感觉他那个讲的肯定就是铺钉的比较多 但是呢,他的粉丝却非常多,是吧,观看量非常多 不是粉丝非常多,就是他的观看量就非常多 然后很多网友呢,就在下面评论 因为我发了YouTube,两个B站,西瓜视频都发了 西瓜视频也有一个HW留言区的频道 然后很多网友,主要B站和YouTube啊 就是提出了很多的看法 建议和意见 我觉得这些看法,建议和意见呢,都很有道理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我讲话的口音太重 也就是普通话不好 因为普通话不好,一个网友讲的 那人家进来可能听不懂,他马上就走掉了 就导致你的观众流失了 比较差,所以他就不会推进 所以我的这个视频都没有被推进 除了有一个视频 当时放上去之后,好像一个月就有三万了 后来大多几万了 那个是教人家怎么访问YouTube的 不是,就叫谷歌影的 但后来我觉得那个有点不太好 我就把它关闭掉了 是吧,因为不能叫人家这样 就是后来把它关闭掉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有的方向好 你的语音重 它如果你的方向好 它也会被推进的 因为人家还是会看下去的 而这个冰城视频本来就小重 看到人就少 然后又觉得你口音重 本来大家来的都是娱乐娱乐的 是吧,可能他就真正学习的 可能不是很多 所以他可能就走掉了 然后YouTube就不会推进 所以有网友就建议我呢 就是说你应该给视频做字幕 之前很久网友就说了 包括那个横幅的这个视频 谷歌影的网友也建议 我要做字幕 很多不然听不懂 有的人反应听不懂 但南方的朋友呢能听懂 就特别北方普通话好的 那些地区的 他可能就听我的口音就比较困难 然后很早就也能建议我做字幕 我也有一些视频做了字幕 比如闲聊方面的 但是冰城频道 因为每个冰城频道 它的要么这个课程 也只这个视频 要么一个视频就很长 一两个小时 如果我做这个字幕 之前我也做了一个Pie Translator 那个做的生成的那个 自动识别的这个太差 但是他就把那个我的 讲话的那个时间顶把它弄起来 然后我就用那个做 要从早上 我住在家里 两个吃饭 简单吃一下 到晚上就要一天时间 才能做好一个视频的字幕 这个对我来说成本太大了 本来这些视频就是免费给大家看的嘛 我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备课啊 讲课啊 然后思考怎么讲啊 是大家容易听懂啊 就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了 然后这种字幕 根本就没那时间经历 现在我就整天重招忙到晚 是吧 做其他频道 还有辅导小孩什么东西 就是我整天就是忙不过来 时间根本就不够 就没时间做字幕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想请这个 呃 网友是吧 能够听懂我讲话的这个网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帮我 比如某个视频做一下这个字幕 因为网友都 你讲那一个人做一个 比如我一个课程 三十几个视频 也三十几个人做 一个人做一个 那这个课程的字幕就都做好了 我觉得网友帮我做字幕 其实也是一进三调 为什么说一进三调呢 因为帮我做了 然后我这个视频 可能就比YouTube 是不是出来 有人看了 有人看他也推进 我的频道就能做起来了 我的频道做起来了 然后你做的字幕呢 其他人也能看到了 那其他的来续习的 那些网友呢 也去到这个有用的知识了 是吧 他看到这个有字幕了 虽然听不懂有字幕了 这样对其他人也有帮助 这是这是两条是吧 对我的频道有好处 对的是通过字幕学习的也有好处 然后对做做字幕的人呢 也有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频道上去了 我机器人高了 是吧 下面我就可以有动力 做更多的视频 更好的的视频 是吧 特别是作为是有质量的 或者有深度的 比如有的网友他要去深度学习啊 知识学习啊 或者高等数学 新年代读就是 呃 制作方法 这是 那我都可以录制这些视频 我为什么现在不录制这些视频 而录制是 而录制是非常知识的变成视频呢 因为变成语言这个时候就最知识了 是吧 他的受众大 所以我就想先在这里 把粉丝就是吸引过来 至于这样呢 我才有动力 才去做那些事 就是相对来说有深度一点的 那个专业一点的 视频 比如深度学习方面的 或者刷题方面的 不然我就不想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出来之后 看的人少 然后其中有的机构的老师 或者其他的频道的 有的他觉得你都在讲的这个方法 这个讲课的内容 他可以虚到很多 是吧 他可以从你这把你的 像你讲课的风 讲课的这个方法 或者这个内容 怎么讲的 这个题怎么解答 是吧 这是他虚过去 然后他做 但他的粉丝度啊 他的几万 十几万的 然后他可以带来越来越多的 反正 这样的就相当于 我是帮别人做加一种 所以这就是我的想法 是吧 我为什么没有做 虽然有的 我会说 你做 一些那个 比如 深度学习啊 强化学习的这些视频啊 我为什么不做 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刷题 我其实也不一定做 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刷题 我如果做 肯定要比往常那些要 做得更好 因为往常呢 好多就 写代码 他也不说这个原理 原理讲的非常少 所以有的人就看代码 那个没意思 是吧 你要讲人家 这个为什么这样 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这个才对 有人帮助 如果我讲的 那么他虚过去了 他讲 别人以为是他的东西 是吧 他的粉丝度啊 一下子好多 这个人讲的特别好 其实他可能是 从别人 其他人那边学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的 一些事情 为什么 不想讲的 包括深度学习 强化学习 其实我很多年纪都可以讲 我就想先通过 知识的 先把粉丝吸过来 等达到几万粉丝之后 我再开始讲这些 深度学习 甚至我可以讲那些论文 是吧 比如各种 比如深度学习 各种基因 是吧 我也去学一下 然后把他道理讲成就 是吧 各种基因 就是深度学习的 或者即日学习的 那些东西 像这样的 跟吴文达一样 是吧 把他讲 吴文达他是讲理论很好 但是他 编程的那讲的很 哎 小狗老在这 就是我的希望 又有理论 又有 又有编程的 这样来对小白 可能帮助更好 就像我写的书 深度学习的那个教材 我觉得就比 市场上那些 讲原理的 好 或者讲原理的 这个实性的 少得好 然后研究的是 比如这个 深度学习画的时候 我觉得小白就不安心 我讲了多少遍了 还有就是 Tenseflow Pytoc 这是平台里的书 根本就没什么价值 是吧 看他们的 不如看官方的教程 所以这也是 我为什么不写 平台里的 比如Pytoc 的这个教程 还有Tenseflow 的教程 但如果粉丝多了 我可以录一些 这样的视频 是吧 Pytoc 做一些 Pytoc 做一些深度学习项目的 是吧 一些典型的项目 来录这样的视频 好 所以 请大家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帮我的这个 视频做字幕 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我有机器性的 我可以做将来 更有深度 更加专业的 视频利用 然后你会去看到更好的东西 然后其他的人呢 因为有字幕了 他也可以去去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呢 我的频道也能做起来的 是吧 这是一进三调 对三方都有好处的 我会把那个 这个视频的 就是 字幕功能开放 是吧 这样 任何人都可以帮我的视频 做字幕 好 这就是我的一点 相当的请求吧 如果大家有时间 可以做 是吧 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是吧 行不行 到时再说吧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做的视频 请大家关注我的 YouTube频道 HWDONG 按下 DV旁边的小铃铛 多多在这个视频下面 和我点赞 或者交流吧 谢谢大家